这个来回织完我们再织下一个辫子针 然后我们继续把这个霉红色的线放在这 我们在正面织辫子针的时候 我们是织的反针就是上针 然后到反面织的时候 我们就按照正常的那个平针的织法 这样把线绕上去织两针 然后把线压过来 然后换霉红色的线织 然后再压过来 换紫色线 再把线这样放过来 然后换霉红色的线 再 换过来 用紫色线 直反针两针 然后再把线弄过来 就这样啊 就是我们这个36 37码的总共要织四组差不多 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方法 大家我们先说一下 我们这边织了12344组 我们数一下我们36 37码的鞋背 总共是要织到11个来回 就是加上这个啊 12这个辫子是一个来回 3这个里面还有一个 就是刚刚说的那个织完一组 这个花之后 我们要织一个来回的这个搓板针 就是34567891011 正好知道这边是11个来回啊 大家就按照我说的这个辫子针织法 就是把这个辫子的这个鞋背全部完成 然后织完一组辫子 然后再织一组搓板针 然后再织辫子 总共要织到11个来回 其他的码书的话 要织多少 大家到时候可以参照我们的编织说明 然后大家就按照我这个方法 把这个鞋背织完 再织完整个 cut 再织完整的 谢谢观看